整个的从研制规模上 包括整个发动机的 整个的结构尺寸 还有所用的 采用的一些关键部件的原材料上 都属于国内首次吧 它从性能上来 它更容易实现大推力 就是我只要把它的推进键 那个量加多一点 然后它就推力就很容易实现 这样的一个特点 所以也就是说国外的话 固体发动机在这个 航天运用在领域 应用是非常广泛的 在宇航领域应用会更加成熟 比如说我们国家 现在的千亿的一亿停车火箭 如果用我们固体云载火箭的动力 作为助推器的话 那么它的云载能力会提高很多 而且使用会更加便捷 最后的一顿停车火箭的